教育课题 政府下个星期一将发放2024年度独钟特别拨款 不过教育部副部长黄佳和不愿透入确切的拨款总额 不过他预告这次的独钟拨款肯定会比去年多 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主持这个办法的移交的这个仪式 就在下个星期一在吉伦坡中华独钟12点钟 OK 数额方面能够给大家知道的就是会比去年来的更多 但是正式的数额我就让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在当天去宣布 王家和接受中文媒体联访时说 交通部长陆兆福下个星期一中午12点将在吉隆坡中华独钟 移交这笔独钟特别拨款 政府发放给独钟的拨款从2019年的1200万令吉 增加到后来的1500万令吉